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是好是坏 是可以通过一些事情看清的 假的就是假的 没有人可以掩饰一辈子 现在婚姻中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很多人都有一点恐婚 正如网上所说的 女人看谁都像渣男 男人看谁都不干净 但话虽说得比较过 在婚姻之前看清一个人还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谁 都不能凭着短暂的接触去评判一个人的人品好坏 所以我觉得 在结婚之前 咱们可以试试以下的两招 好去大致地评估一下对方 一 一起喝酒 诸葛亮在观人性中写道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诸葛亮觉得 看一个人你得让他喝点酒 往往一个人没喝酒的时候表现得特别谦和 温文尔雅 喝酒之后 很多人性就暴露出来 而据我的观察呢 喝酒以后 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 端起就干 此类人属于豪爽心 可娇 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位朋友不怕两列插刀的人 这种人就是 此种人多为直肠子 也叫炮筒 做事不遮不掩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他有可能在言语上让你听后不舒服 但坏心眼却没有 苦到热肠说的就是这种人 二 扭扭捏捏 此类人属于半遮半眼形 对着酒杯 免一小口 语泉不喝下 没有勇气 不喝一点 又怕别人说自己不够意思 所以始终在喝与不喝之间徘徊 这种人是那种顿不展的人 在生活中的表现是沾紧顾红 对来自外界议论十分在乎 活得没有自我 三 隐二留一 这种人在酒桌上的表现是 每次断起酒杯 总有三分之一留在杯中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养育 此类人是典型的小聪明 爱打小算盘 细刷小伎俩 总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在酒桌上如此做有适风度 在生活中如是来招人厌烦 四 看人下酒 此类人不是不喝酒 而是看跟谁喝 见到当官的 或者看到级别比他高的 对他有用的 恨不能把自己泡在酒缸里 见到鸡皮比他低的 混得不如他的 全无饮酒之兴趣 显得傲慢无礼 这种人是典型的缺眼富士席 最好远利 五 口无这蓝 在酒桌上口无这蓝的人 男女都有 敬酒时 总要讲些诸如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领导不喝嫌我醜 领导在上我在下 你说几下就几下 只得鉴于黄色与红色之间 模棱两可的话 此类人是典型的半真半假形 在生活中对这种人可以当真 但不要太当真 此类人上酒桌前 他叫风声 几杯酒下毒后 反而沉默寡夜 对别人的发言微微一笑 只点头不摇头 无明确表态 这种人是典型的诚服极身型 喜怒不形于色 关键之时能克制自己 把握自己 如果让这类人当你的参谋 恭喜 你将胜算居多 七 酒后大笑 此类人是比较典型的阳光性 生活的潇洒 随意 他不管别人怎么想 以自己不受委屈为主 这种人生性豁达 性格开朗 一般不与人交恶结仇 这种人乐于助人 只要你有求于他 他们一般会尽力帮助你 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 是你的福气 八 酒后嚎啕 此类人是典型的压抑型 性压抑 工作压抑 心理压抑搞不清 反正就是个压抑 这种人性格比较内向 受委屈不愿对人讲 只是默默地忍受 喝酒是他们最好的宣泄渠道 酒好比导火索 可以引爆他们的火药桶 大哭一场后 会感到心情轻松 舒畅 这种人是一场喝 多喝 喝完就哭 否则极易感激欲解 酒 酒后放歌 这类人酒桌上见得比较多 酒后喜欢到歌厅猴鸡嗓子 美其名约散散酒气 其实是酒壮怂人的 酒给了他勇气和力量 这是典型的外强中感性 这种人对外界反应较在乎 你的掌声会让其有非常惊人的表现 你的喝倒彩 会让其把本该做好的事情 做得一塌糊涂 十 谦卑不醉 此类人是典型的众人皆最拟毒行星 身体中有遗传自祖辈的优秀记忆 特别是分解酒精的每一含量较多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人 其实你都可以从喝酒以后 看出一些端倪 钱忠书先生在写完经典的微诚之后说道 如果你想在结婚之前 看清你的伴侣是什么人 那你们大可以去旅游一次 他是什么样的人 往往游完回来就知道了 其实结婚之前去旅游一次 那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是那种自驾游 不要跟团 就你们两个 提前规划行政也好 临时决定下一站去哪里也行 这种自己规划的旅行 就像是你们人生的旅程 中间肯定会碰上一堆麻烦事 你们怎么处理紧急事情 怎么互相安抚情绪 都十分的关键 关于婚前去旅行一次 我有以下几个建议 第一就是时间尽量长一点 最好是一个月左右 不要觉得自己没时间 那是你一生的大事 基本上一个月 你就能看清对方的为人了 每天朝夕相处 一起处理各种图发事情 一起面对旅途的笔法 他对你的情绪态度 其实就能看出很多事情 第二就是 虽然是一种测试 但你别做得太过分了 很多女人喜欢测试男人 但如果太过了 你会发现世界上 没有一个好男人 因为人性本身就经不起测试的 很多人测试自己的丈夫 都是以完美男人的标准来测的 这个怎么可能呢 结婚之前经历一次旅游 想想你在旅途中 什么感受 基本上可以判断 你们结婚以后是什么状况了 一次旅行就等于一段人生 苏氏的提西林毕写道 不时如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死山中 有的时候 你想看清一个人 你得跳出来看看 婚姻选做伴侣 回你一生 要想彻底看清一个人 可以用我介绍的两哨 不要天天和他做同样的事情 在相同的环境下相处 有的时候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视野 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结婚之前看人的两种方式 非常的实用 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哦 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可以评论区分享哦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